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师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总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加权指数开高走低 最后小涨31点 我相信今天我听到很多人都在喊说 今天盘有够闷 对不对有够闷 基本上从早上大概9点半开始 就是一路在那边晃啊晃 你看这个指数就在那边晃晃晃晃晃 很多人的解释是说 上礼拜五的美国股市没有开盘 然后再加上现在美股财报之后 市场观望所以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 可是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多头老师永远不敢跟你讲 为什么盘是会闷 因为美国股市没开盘吗 这有什么关系 因为害怕美股财报中吗 这有什么关系 其实盘是会闷就代表什么 慢慢的你发现到你手中的股票已经套牢 我应该没有讲错 从上个礼拜上上礼拜这样子 电子股这样子开高走低开高走低 一下IC设计股大跌 一下IP股大跌 对不对 一下跌下去一下弹起来 我们就讲3443创意好了 你说创意今天抢不抢 对不对 我之前跟各位讲说我们卖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1045这一天 卖完之后冲出去 这一天一根跌停板 这一天一根跌停板 跌停板之后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 好不容易吃掉这一根黑棒以后 后来又蹦蹦又跌下来 对不对跌到一千块 好 跌到一千块之后 一样每天都有利多 一样老师每天都在喊 AI 好 他就反弹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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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好不容易花了五天的时间 又反弹到了这 你有没有看到 时日线跟月线死亡交叉 然后呢 好不容易花了九牛二虎的资金 才把这一根黑棒给他给补掉 那大多数的人 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套 所以才会造成 你就会发现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很多人就开始 终于能够明了到家卫老师讲的 这个盘很难玩 因为你电子股 你随便冲进去 你就是套牢 重点是他套牢 他是在高档 他是在高档 那你在高档套牢 尤其这里 我再说一次 这里是利多满天飞 从家卫老师卖掉以后 这里利多满天飞 利多天天放 AI的利多天天放 股价不会涨 那我问你 你未来你还期待什么他会涨 是不是 可是我们的航运股不是 我们的航运股 是利空一大堆 好不容易在这里才放一个什么 SCFI上涨 那你去看 我们看2609最最准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把底下把它换成外资 你看 外资这里是这样子卖的 7000多 17000多 12000多 5000多 你看旁边的数字 8000多 3000 4800 7600 没有这样一路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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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对不对 这样一路卖 我请问你 股价卖下来了吗 大家整天都说航运股很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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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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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问你嘛 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嘛 我们就讲长容好了 大家都说教会老师套长容套在这里 哎呦 会员大部队套在这里 我说酸民怎么那么可笑啊 我们买长容是买在什么时候 2月21号这一天 这一天可以说是教会老师几乎最准的时候 因为我们当时候是把电子股获利了结 那时候教会老师超准对不对 连酸民都认同 你可以看到那时候我是不是常常就讲 你不要称赞我 那时候PTT 哇教会老师好神哦对不对 哇直接从电子股直接转 航运 我就问你嘛 我们会员的那时候 对教会老师的认同度高到一个不行 我们当时候 2月21号转进来买长容 长容那时候第一根就是这一根了 就这一根了 对不对 那我问你 我们是大多数的会员买在这里 还是大多数的会员买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我很懒的去跟这些酸民争辩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蛮好笑的 对不对 我只要最后我证明我用股价修理你就好 我们大多数的会员买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买进是分两次买嘛 一档股票两成嘛 两成第一次买一成嘛 所以我们在转换的时候基本上 可能有80%的会员80%的资金对不对 会员大家就买在这里 我们隔天再买一次 等于我们的大部队在这两根已经买完了 你知道吗 已经买完了 那你说教会老师可是你后续还在买啊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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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整天买啊 对不对你们家里是开银行吗 对于这一点我已经解释过3856次 我真的觉得酸民你们是文盲吗 很多人很 这个我真的稍微要讲一下 我觉得你们在看头骨老师节目 你们为什么很容易被骗 就是因为很多老师在节目上跟你讲说 哎哟你看我们只有买一次 我也可以给你看 我们只买这一次 从此以后我都不要给你看 当然啦因为交易老师很红对不对 交易老师很准对不对 所以市场上会流传很多很多交易老师的口语 可是大多数的老师 人家不care他的口讯 所以你不会有口讯流出来 他就跟你讲说哎哟你看我们只买这么一次 后来我们都没有买 我们只买这么一次后来我都没有买 哦那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你没有会员 你没有新会员 因为你没有新会员你不用发指令 是不是你没有新会员你不用发指令啊 第二种会员 就是我百分之百跟你讲他在增效哎 为什么 因为我这样跟你讲啦 假设你以嘉惟老师来讲 嘉惟老师几乎是天天都有会员 尤其是这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可能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因为他已经跌下来了嘛 可是在3月15号之前 我们是准到一个不行 那业绩是这样如雪片般飞 天天都有新会员 那我就问你啦 长荣从这一天2月21号 涨到这里 然后你可以跟我们的会员讲说 啊因为我们只买一次 所以呢我们后面都不要买 那我问你请问你 你到底加入会员干嘛 请问你加入会员干嘛 所以当然我们有一两个会员买在这里 我真的跟各位讲一两个 就一两个 因为我为什么我在节目上 我一直不想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 我怕伤到这一两个会员的心 他会觉得你们大部队买在这里 我买在这里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你回头来讲没办法 那为什么你不会在这里听我的话 你要在这里买进 对不对 当然我还是跟各位讲未来都会解套 因为当他整理完毕之后 我认为到了上个礼拜五 这又是第一根嘛 为什么 因为外资怎么卖都卖不下去 然后呢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我们上礼拜五是这样子 这是上礼拜五买进嘛 这是上礼拜五我们的coach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发觉他要动了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那个盘中你看就看得出来 我说一句实在话 我有那个感觉SCFI要翻证 但是因为他下午才公布对不对 而且我们本来就不是在看这个指数 在操作航运股的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当然那是未来一定会翻证 所以我们先布局嘛 先卡位嘛 对不对 所以当天在买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为什么我们买进以后 从 其实我们已经好几天 没有买航运股了 买进 就拉了嘛 买进就拉了嘛 对不对 连散装航运都拉了嘛 是不是 那拉了以后 他为什么会拉 他为什么会拉 因为 到了下午你就看到SCFI涨了嘛 最重要的是你看到这个 你把这个图把它放大你就知道 美东线 涨6%多 美西线 就是洛杉矶那边涨了12% 涨很多耶 对不对 好 那你说佳蕾老师为什么今天又跌下来 今天一根黑棒啊 今天又开高走低啊对不对 因为后来市场上传出什么 原来上礼拜涨是因为什么 美国码头工人罢工 我盘中我就看到这个新闻 可是你看到我上礼拜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这个 没有嘛 因为绝对不会是因为这个新闻涨的 你懂我意思吗 后来说什么 他们因为是去 这个耶稣受难日 所以他们是去参加那个教会的活动 所以呢一天突然那个人都不见了 所以呢后来码头工人罢工结束了 所以呢股价就修正回来 这么可笑的理由你也相信 我就跟各位讲一点 现在的盘你有沒有发现 当你利多见报的时候 股价通常会有一天开高走低 就像育民 育民的前一天是不是开高走低 就像 宏达店 宏达店上礼拜有是不是开高走低 哇那个业绩好大 好啊我要追啊对不对 这个我开盘一定要追就追了咧 开高走低 那开高走低咧 今天就开低走高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电子股我以目前来讲 我就只非常看到它 因为它是业绩匹极泰来 航运股匹极泰来 因为什么叫匹极泰来 来 我最后再花一点时间 第一段再跟各位讲一次 我们买股票要这样子买 我再跟各位讲 教育老师的节目都是实战操作 所以为什么我敢公开我的口讯给各位看 因为很简单嘛 我就跟各位讲 你今天你有新会员 那我问你 你不带他做动作吗 那你不带他做动作 他到底加入你到底什么意思 对不对 好那你带他做的动作 难道你买第六档股票吗 还是第七档股票 我们一个会员五档股票 这一组会员就是五档股票 所以我只能就 我只要还没有全部卖掉 换新的股票的时候 我只能就这五档股票 A B C D E 去做加码 我不能说我今天加入的一个新会员 我买F 再明天加入一个会员我买G 再加入一个会员我买H 然后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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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你就会发现市场上的分析师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都会跟你讲说 你看这些股票我们真的有啊 问题他跟你讲他真的有 重点你没有 但是我在节目上讲的股票 我们会员都有 因为你只要是哪一组的会员 你一定会有 你懂我意思吗 不然你去看传承稿嘛 如果传承稿我节目上讲的 比如说这个红杂店我跟你讲说 我们所有会员都有 各级会员都有 各级会员都有 我今天还买啊 因为我们有新会员嘛 对不对 如果宏达店 对不对 我在节目上讲的 然后吹个转坡 然后呢 欸教育老师我怎么没有 教育老师我没有 这就骗嘛 所以我就说 我几乎是公开操作给各位看的啦 那我们的操作你们都看得很清楚嘛 对不对 大赚小赔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赚 少部分的时间 了不起像这个2603长龙 你今天你敢说 179.5不会突破吗 就像当年383 3443创意 我们在被人家笑掉大牙的时候 383啊 当时候也很多人说 教育老师套牢500块要套牢什么 10年吧 就像现在很多人讲说 哦 教育老师这个2603长龙 套牢长龙179要套牢10年 你就来看看 今天一根黑棒 大概明天又直接一根红棒再出去了吧 就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买股票你要买在有利空的时候 2月13号 2月13号在这里 我相信很多人砍在这一天 因为看到利空那么多砍在这一天 砍完了之后呢 就怎么样 从此以后变航酸 对不对 可是我们是买在这一天 对不对 当然啦 我还是这样讲 我们大部队买在这里 我们有一两个会员买在这里 可是市场上的酸民它是说我们 全部的会员都套在这里 我会懒得去做争辩 因为我们自己的会员最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续约这么多啊 对不对 然后甚至我们现在我们 我的会员还会笑你知道 哎 教育老师你看那个酸民后 这样子讲 笑死人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成本是在这里 那我问你 我们的成本是在这里 我就算是买在最高点 最高点是在155 我请问你 现在我们的长榮是赚钱 还是赔钱 对不对 我们赤草八成 都会员买在这里 请问一下是赚钱还赔钱 可是酸民的讲法是说 哎呀笑死 对不对 对不对 大部队全部都套在179 笑死 哦 你就笑死吧 对不对 因为你砍在142 你当然会看他不爽啊 那所以我今天特别 我就特别一下好 尾黑 请你不要 再偷偷上传 这一根黑棒就是因为尾黑受不了上传 才会 因为那时候说什么 长榮殖利率多好 有没有 哦 不买不行啊 对不对 啊不是长榮殖利率很好 怎么现在你们 你们骂长榮骂到这样子 他配型很好啊 就冲进来 咚打下来 就是因为尾黑进来乱 我们的会员才会被打一载 所以我就说 当这里在起涨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这一根黑棒很好 为什么 因为尾黑 拜托你不要偷偷上传 不要再带赛我 你就看我们标就好了 ok 所以呢我今天我还是 讲一样的话 就是 虽然上礼拜我推了这方案之后 我发现电话竟然只有 一两通啊 哇真的是 我真的想说哇 现在市场上怎么回事啊 大家是对于航运股真的是戒胜恐惧是吗 那你如果对航运股戒胜恐惧 我就说了嘛 我们在买的时候 我们大部队在买的时候买在这里 然后这里是利多最多的时候 你如果你在这里你不上传 我就跟各位讲 你未来我保证你一定又会追在某一次的高点 不过下一次我们可能不一定会追啦 对不对 我们看到利多可能不一定会买啦 对不对 那这一次可以算是教育老师还算蛮明显的一个失误 因为我很少看到利多去追股票 对不对 这也证明了就是说 看利多去追可能不会好 所以呢 我就说了嘛 我看到它要发动了 我就邀请你一起上传 因为 这个 就是标准的第一根 而且SCFI上涨了 美西线 大涨12% 你不觉得 这是一个开始吗 下一阶段回来 我们继续分析 五八六八 陈有故 陈老师 大船小船 接启航 真 航海王 邀您上船 今天任会 老师特别帮您出一半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刷车线 零二 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大家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台股里面有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就是什么 输家笑赢家 真的就是输家笑赢家 我再说一次 我们的创意第一次卖在这里 我们买在这里 卖在八百块这里 后来跌回来之后 我们买回来 第二次我们卖在这里 两次我们都大获全胜获利了解 那我们是获利了解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 你有赚吗 就算是后来你看到这个创意这样子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样子跌 到今天谈起来 是不是 你再怎么赚 你也不可能比我们还会赚 因为我们是两波 对不对 涨的两倍多 是不是 这一段时间 你说哦 你看我很会冲 我这里冲上去 这里冲下来 这里冲上去 这里冲下来 这里冲上去 好吧 你要这样做梦我也没话讲 所以我再跟各位讲一次 我们今天买 我们今天买股票 不就是应该是买在低点 卖在高点 买在有利空的时候 卖在有利多的时候 不是吗 这里现在是利多最多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股价涨不上去 为什么 因为有人在出货 就像我之前跟各位讲 我礼拜五跟各位讲 对不对 那为什么马斯克的弟弟是股神 因为人家出 哇塞 你看人家两年前出在哪里 出在414.5的最高点 后来股价跌到101.81 跌了75% 是腰斩再腰斩 对不对 第二次利用反弹起来 4月3号再出 为什么人家是股神 比巴菲特还要神 对不对 人家买低卖高啊 对不对 那奇怪 明明是股市的投资的真理 大家却是在那边 拼命骂我也搞不懂 所以呢你就发现 同样的一个东西 在大家的嘴巴里面 就是特别不一样 很奇怪 像这个 宏达店三月营收509亿 月增102% 对不对 笑死 宏达店那种烂东西 怎么可能有这种月营收 我真的是 我 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很可笑 我有时候我在节目上 我有时候我很懒的去讲这些东西 但是 因为我怕被酸民 还有伪黑偷学者 你说XR Exit卖不好吗 你说Meta 什么这些人 什么迪士尼微软 纷纷要退出元宇宙 这不好吗 就是因为他们的东西做的 比宏达店的XR Exit还烂 不想再花研发费了 所以他们解散 那我请问你这对宏达店来讲 利多还是利空 当然是利多啊 对不对 所以宏达店持续在预购 我现在 他持续预购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就是说 他现在都是接单出货 确保他的获利 好 所以你看哦 你看哦 我上个月 251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讲说 他很容易会转亏为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去看他去年3月时候的营收 是425嘛 他只要预购接单一过 他的年成长就会翻红嘛 那我问你下个月 他会不会翻红 下个月我请问你跟谁比 跟去年4月比嘛 去年4月是多少 209嘛 随便也翻红 所以这边会连二红嘛 那连二红股价会不会涨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嘛 上礼拜五有利多 开高走低我们没有动作对不对 我们没有买进宏达店 但是今天 我们唯一的1001党指令就是买进宏达店 那宏达店的尾盘呢 为什么电子股大家在杀尾盘 为什么宏达店尾盘出大量在拉尾盘 这只是刚开始 所以教会老师 邀各位上船 上宏达店 这些股票都是匹吉泰来的好股票 这种匹吉泰来的好股票 才是真正有future的股票 我们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